另外来关系的是这位音乐人 他叫做李坤诚 他说他多年前为歌手罗大佑 这个新疆宝贝这首歌填词 但是呢 李坤诚正在质疑罗大佑 独占了至少八首歌的著作权 击欠了他上百万元的版税 因此昨天他到台北地院开庭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他带着小他四十岁的女友 一块钱来 蛮引人瞩目的 我希望罗大佑跟我道歉 他也希望罗大佑把收走的权力代理金还给我 李坤诚指控罗大佑独占至少八首歌的著作权 还继续收取权力金 他拿出过去罗大佑写给他的信 字里行间看出两人已经决裂 交情不在 所以我就跟他抗议 说为什么写了这首歌后面有你的名字 那大佑说没有 没有关系他只是挂名 他所有的著作权费用都会给我 双方拆伙 事后权力金分配不均闹上法院 台北地院下午开庭审理 被告罗大佑缺席 而李坤诚前阵子脚受伤 走路有点一搏一搏的 身边却多了小他四十岁的女友 低调在一旁陪伴 也意外成为焦点 谢谢